民進黨五月二十七號的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拿出了一份四方電訊的報告 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道庭說明說 有資料不謀而合 今天王毅川監控說爭議不放 國民黨立委徐巧新再加碼爆料 中華電信子公司與執政黨關係匪淺 四方電訊跟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期間 我念支出用途給大家聽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費 輿情分析費用 輿情監測 當我們合作的子公司 我們的機房裡面的內容 是可以出售給特定的政治人物 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四方他本身是獨立的公司 所以他相關的運作還是要依據法規 我們是跟四方合作在IDC租賃的部分 按照客戶的需求跟他對這個接取電路的要求 那可能是使用我們中華電信本身的IDC機房 也可能是由四方的IDC機房來提供服務 提供什麼服務 質疑為何可以將資料出售給特定陣營 就這麼巧 前一天鏡週刊才踢爆 大谷丈夫杜炳成當庭指控他涉嫌捲入收受回饋 潛艦聲文以及內線交易等三案 被質疑是在轉移焦點 徐巧鑫 高分被回擊 到底什麼時候 詐欺嫌一般變成適早單位了 我沒有玩股票 然後我也沒有接受任何回饋 然後潛艦聲文更是不可能有人取得 如果我有潛艦聲文的話 我今天不會在自己找到被警察抓走了 別的部分就零零看 大肆的放大 而自己的就輕輕放下 閃躲轉移焦點 這是你的大姑的丈夫 法庭上面的證詞 這不是隨意說說而已 徐巧鑫在線風波 持續引發話題 三線新聞李維廷 楊凱恩台北報導